杨米·刘凯威离婚。 但铁证曝光女儿不是亲生 杨米·刘凯威离婚。 但铁证曝光女儿不是亲生 说到底,杨米和刘凯威到底离婚了吗? 好像也没人能证实, 不过近期离婚铁证被曝光 微博上,两个人的互动相当的少, 而杨米连给女儿小糯米换尿布都生疏 杨米身上的传闻一直不断, 整容, 脚臭, 被钱规则, 被离婚, 女儿非亲生等等, 下面一起来巴一巴这些事件的真相 刘凯威和杨米离婚的事, 一直在传, 几乎是每隔一个月就要传一次 起初, 圈内几个八卦博主一起爆料, 虽然开始没有指名道姓 后来, 更是点出名字, 说是其中之一 连第一狗仔卓尾都发出带点暗示性的话 而两人的互动更是少得可怜, 15年, 也就是两人新婚不久, 应该还是如交四期的时候 在杨米的主页上搜索刘凯威, 相关的微博, 主要就是生日祝福, 帮老公刘凯威和闺蜜唐嫣宣传新戏 甚至最近, 刘凯威的新戏寂末空庭春雨晚上映, 杨米都没帮她宣传 刘凯威的微博就相对多一些, 总共11条。 网友表示 孩子不是亲生的正常, 有很多男人养别人的孩子 我怀疑杨米世界度深海, 你看小诺米出生后有什么可能, 杨米这么快恢复, 而且没发过小诺米的正面照 生完小孩肯定有些水肿。 这样看来我和老公都离婚好久了, 貌似都没结婚过。 结婚四年,几乎没什么互动。 就是吃饱饱了称的, 人家离不离婚个你有毛关系, 孩子不是亲生的是你的呗。 我不喜欢杨米, 也不喜欢刘凯威。 娱乐圈的情侣真不容易, 互动多了, 被骂,秀恩爱死得快, 互动少了, 更直接,死了。 。 但是我也不希望他俩离婚, 你们这人到底是有多无聊, 杨米整容又怎么样。 。 人还不会很活嘛。 人家整容, 但是人家演技不差啦。 。 人家结不结婚, 离不离婚, 管你屁事啊。 。 杨米也不容易, 给你点个赞, 还是希望你们一家三口好好的, 幸福美满。 。 一直好奇这离婚没结婚没, 猜来猜去的有意思。 。 明星吧也是人, 也有家长离短的琐事, 何必揪住不放, 还要扯上孩子, 又子无辜。 。 不是每一对夫妻都喜欢把自己的私事晒在微博上的, 如果微博没有互动就算是铁证, 证明俩人离婚是不是有点可笑。 。 我的朋友圈我老公从来都不发表任何评论也不点赞, 还不如个普通朋友, 我们俩还不是恩爱得很。 好主呢? 。 真的好无聊。 小时代的时候杨穿着红色连衣裙在雨里奔跑, 好心疼呀。 。 明显的大肚子了。 大家自己去找。 其他的不知道, 孩子是杨生的肯定的。 离不离婚和别人没有关系。 何必往他身上泼脏水。 。 看过小时代的应该看过秘密穿黑衣服那吧, 还是显怀了的, 有人怀孕就是不怎么看得出, 别拿人家孩子瞎说。 人家有功能生孩子, 何必没事找事做, 而且算算时间, 秘密结婚前就怀孕了。 。 婚姻又不是在演戏, 要互动给你们看。 。 有些人只是不喜欢发微博而已, 低调也是一种智慧, 尤其是名人, 一条微博弄不好就会给自己造成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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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